这天小鑫在游乐园和爸爸妈妈走失了 正忧愁之际 旁边来一个奇怪的小男孩跳着芭蕾舞过来 这个小孩怪怪的 定睛一看 居然跟小鑫长得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亲兄弟 这个男孩一眼就得知小鑫迷路了 于是便带小鑫去儿童中心 原来他也是和小鑫一样和父母走失了 紧接着两人开始自我介绍 这个小男孩叫龙之柱 将来的梦想就是成为芭蕾舞者 最讨厌的蔬菜是番茄 接着就开始转个不停 并表示自己下周就有发表会 随后小姐姐赶紧通过广播帮他们找爸爸妈妈 结果 此时小姐姐已经被两人整的泪流满面 接着让他们在休息室等候 原来这里还有其他走失儿童 然而此时小鑫还要求要一杯果汁 龙之柱则要一条毛巾擦汗 此时小姐姐已经忍无可忍开始发飙 训斥到自己迷路了不要在这里要求这么多 结果一旁的小朋友却被吓哭了 小姐姐连忙过去安慰 真的你没办法 我就为了你脱掉一条裤子吧 经过小鑫这一番操作 小朋友瞬间喜笑颜开 然而龙之柱却惊呆了 原来小鑫这一套动作使他寻找多年 让旋转锦上添花的技巧 随后美牙和广志来到儿童中心 进来一看 此时小鑫和龙之柱两人正翩翩起舞 然而一旁的小姐姐已经崩溃了 之后到了龙之柱芭蕾舞发表会当天 这奇怪的服装让老师难以接受 这边小鑫想像自己跳芭蕾舞的样子 于是跟美牙提出自己想学芭蕾舞 然而美牙却听成打排球 立马就答应了 表示学习这个也不错 因为自己上学的时候也有练过 小鑫则一脸惊讶表示自己想看美牙表演 下一秒 先坠坠坠